2023Round Band 台湾花莲场11号下午游12个社区关怀据点 和慈科大的青年志工带领了400多位长者 从麦当劳吉安店出发走到了黄昏市场前的哈喽公园 沿途向社区民众宣传友善失智的观念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失智症也关怀失智症家庭 2023Round Band 台湾花莲场11号下午游12个社团关怀据点 和慈科大青年志工带领400多位长者 从麦当劳吉安店出发走到黄昏市场前的哈喽公园 沿途向社区民众宣传友善失智观念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失智症关怀失智症家庭 我想今年主要是希望很多的失智症的长者跟家属 能够一起走出来 我想今天也有将近400多位的包括家属 还有我们这些失智症长者还有社区的长辈 一同来配合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想今年很一样 花莲的这个Round Band活动是非常有特色的 沿路有一些爱心商家 除了免费提供一些饮水 还有一些美食像华文市场 这个也提供一些在地市场的美食 那还有赖赏提供寿司 很多提供饼干之类的 让我们的这个嘉年华的活动非常有特色 那友善失智那还有社区陪伴 希望就是能够打造一个良好的失智友善的社区环境 我们希望就是结合学生 然后来推动失智友善社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认识 怎么样来推展失智友善社区 然后服务长辈 所以我们今天有大概100多位的学生 一起出来服务 那同时我们在哈喽公园那边也有设置一些健康检测的一些摊位 所以让学生 护理系的学生可以帮民众来做健康检测 贾安乡已经连续四年协办这场活动 乡长游淑珍特别感谢社团和志工的辛劳 有爱智者社区相伴 第四年让我们ROMBAN 陪伴我们的乐智长者 走出我们的家庭 走到社区里面 让所有的人来关怀我们失智的长者以外 更要来对我们家人的陪伴 这是最重要的 再次谢谢老家以及实际基金会 和我们富邦 以及社会的这些志工 共同益助社区的能量以外 更要让我们照护长者 乐活乐临在社区 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学习 让伴队伍缓缓走向洁安乡 哈喽公园 沿途民众也热情和长辈们挥手致意 社区也贴心的设置中继站 让老人家补充能量 不算长的距离对年长者来说也是一项挑战 但大家开心的走在路上 共同宣导失智症预防的观念 借了一块鸡安乡报道